我之前一直在强调 其实每个女孩都会有尴尬期 尤其是我那么早 我16岁的拍戏 我20岁的拿奖 红篇整个香港都南亚 然后有个朋友真的很好 他告诉我 恭喜你 你会老 他说人如果有机会老 是你的福气 我家里就有人 他没机会老 有机会老 你要去欣赏 你要去感恩 我现在常常地告诉人家 我62我今天还这样 我还挺健康 我还比你们的斗志更大 其实年龄就是一个号码 所以有时候冲过了这个帐篇 其实很多事情都能过去 不过我还会去寄照机会给自己 我听说有一个好的剧本 我自己去敲门拿那个大纲 回来看 研究完之后 我真的去安排一个偶遇的机会 我就把他抓回来 我试过很多遍 所以机会还是自己手里面 我一开始拍戏的时候 第一个戏就是女医很幸运 但是其实我演了几年戏 开始我有点觉得我不想再演那些傻白天 有点不满足 所以我反而是跟小红姐有点像 我就去装扮自己成熟一点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 21岁还不到 我就去胖一个很成熟的头 穿套装 但是当时我并没有那个阅历 那后来呢 我觉得演员其实就是演人的人生 我唯一怕的不是怕 很快要演老 我只是怕我演不到 尤其是现在我能见到小红姐 什么戏都可以演 还是女医 我真的我觉得她是一个标杆 让我觉得 真的不怕 有她在前面 我常常都听到很多观众说 她们不想我们老 她看到我们老就好像记忆住 她都老了 我们其实一点不害怕 真的有一种为女生而骄傲的那种感受 特别开心 我觉得有你在 我们一站过去两百多岁 对的 凯琪 41 怕不怕站过来 对 来 我常常都觉得 其实外界的声音并不重要 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想 会影响到别人来说我的事 我反过来告诉她 这个我从来没有在意 对 其实真的 我觉得人生最重要 还是心里面强大 我心里面强大 我觉得任何人都击倒不了我 我们真的是凭着我们的努力 实力来一直从年轻的时候走到今天 走到中年 其实有什么角色 我们都能演 那希望这个强大的心理状态 也可以鼓励 看我们戏长大的人 跟我们一样 为替祖母报仇 安倩遇向皇后行凶却失败 她心怀不愤之下 来到钦安殿质问苍天天理何在 正巧遇到失事的如飞来店中抄写经文 人家说老天爷有眼 还说什么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为什么我所见到的一切 全部都是想不当功 认不当罪 我奶奶只不过是一个很无辜的人 就是因为皇后一个人的私心 不明不白 那么被送走了姓名 如果你是这么无眼无珠 我们为什么要拜祭你 你似乎真的很想离开这里 其实我不是不想离开这里 只不过我现在再无地方可以去 人在无论任何境况 都会有眼前所及 就好像落坡如我 都会希望天天不要这么冷 墨不要凝结得这么快 让我抄经的时候可以抄得顺利点、畅顺点 堂堂一个如飞两眼 应命 随便你怎么样 那你甘心情愿被皇后就这样斗垮吗 甘心情愿, 俯首清晨这些说话 从来都不是来形容我柳姑骆如愿 为什么你不报复 为什么不对付皇后, 拿她的名字 为什么原来你也这么恨她 我也很想说道理给你知道 皇后的命 并不是你和我可以有资格去夺取 当今世上 只有皇上才有这个资格 你要让皇上以你的喜爱为喜爱 要让皇上以你的喜爱为喜爱 要让皇后就一定会被死 本节目由胡吉花古法小炸花生油赞助 胡吉花只做花生油 本节目由上级大众豪华旗舰SUV 全新图王X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三星Galaxy Z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 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 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三星Galaxy Z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上级大众豪华旗舰SUV 全新图王X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胡吉花古法小炸花生油赞助 胡吉花只做花生油 本节目由质感冒抗流感 家庭常备的莲花清温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六福珠宝赞助播出 爱让你无限放闪六福珠宝 王家 让你选的高端奶粉怎么样了 哦 我亲爱的太太 已经略有成果了 哦 是有机认证的吗 有机生牛乳一次成粉 全列有机可追溯 是全面营养的吗 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 双虫益生菌呵护成长 我想 两个都要 OK 当然 这个就是其他太太都在给宝宝喝的 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 这就是我想要的 君乐宝优脆 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 高端奶粉选君乐宝优脆 既是有机奶粉 又有更好配方 ushi ался 娱妃良良档安选 到了这个时候 这初至今还有我多磊行情一知 臣妾只是心甘佩服 但与太后斗 看来只有死路一条 球学生 плат道 从后面走上来的时候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感覺小時候看的所有畫面 突然衝到面前, 覺得好震撼 要跟太后鬥, 怎麼可以少了你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來踏巴吧 太好了… 我們終於這麼多年之後 十八年後竟然在這裡重逢 很重逢 其實真的很驚喜 有一種萬般智慧在心頭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我們這個是已經十八年了 好像拍完之後沒有試過三個人碰頭 我現在看見他們的時候 都覺得我們都成熟了 好久沒見